歌坛夫妻店,张宇和十一郎,终于明白十一郎为啥叫十一郎了。陈生,钱都让他们赚了。 在一首歌曲中,一般演唱者,作词、作曲、编曲是由不同的人来完成的。 那么这首歌曲的版权收入,自然就是这四个人分享。 在歌坛却有一对夫妻搭档,两人合作把这些事情都给包烂了,他们就是歌坛的模范夫妻张宇和十一郎。 为此,张宇的好友陈生调侃道,钱都让他们家赚走了,不给别人一点机会。 在圈内张宇一直被赞为好男人,两人的爱情故事也是人人羡慕。 张宇却坦言也曾有过离婚的念头,看来没有哪一对恋人的经历是平坦的。 张宇原名张伯祥,名字念起来挺拗口的,出道后,十一郎给他起了张宇这样一个一名。 他觉得比起原来的名字顺口多了,观众容易记住。 十一郎本名肖惠文,因为张宇特别喜欢迪龙演的古龙小说人物肖十一郎,就给他起了十一郎这个地名。 在美曝光前,很多人都以为十一郎是个男的,或者是个日本人。 张宇和十一郎十二岁的时候就认识,他们是同学。 十一郎当时对张宇第一印象并不好,其实,我第一次看到他,是蛮讨厌这个人的,他虽然会弹琴,但样子很丑。 十一郎回忆说。 而张宇的音乐才华渐渐地打动了十一郎的心,对他的印象开始改观,17岁时两人相恋了。 高中毕业后,张宇考上了台中的一所大学,而十一郎留在了台北,两人聚少离多。 在大学,张宇是学校的风云人物,上学期间还在餐厅当著唱歌手,收入很可观。 这样的男生,自然会受到很多女生的青睐。 张宇说过曾对不起十一郎的事是跟他谈恋爱的时候,其实我还在跟别人谈恋爱。 那段期间,他和十一郎也是分分合合。 上完大学,张宇回到了台北,在民歌西餐厅助唱真正开始他的歌唱生涯。 和他一同入唱的有缘为人,游鸿鸣等人,沃浦藏龙啊。 后来缘为人成了签约艺人,他很欣赏张宇的音乐才华,就把他推荐给了自己的老板蔡宗正。 很快他的第一张专辑奏陆有风就吻事了,但销量惨淡。 第一次出专辑给张宇泼了盆冷水,心情非常苦闷。 回到家后,常常会给十一郎诉苦,有一次说住说住就说住了。 看到疲惫不堪的张宇,十一郎很是心疼,于是写下了一段文字。 你的脸有几分憔悴,你的眼有残留的泪,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,我宁愿看住你,睡得如此沉静。 就这样一首经典歌曲诞生了,也让张宇从此名声大振。 张宇的父亲是赌如鸣,欠下赌债还不起,债主常常来找张宇要找。 刚开始十一郎觉得儿子竟点小心没什么,可是债主接二连三的找上门来,让他受不了了。 张宇父亲是一个贪图享乐的人,小时候就和母亲离了婚,是父亲把他带大的。 父亲有难处,他不能不管啊。 为了替父亲还债,他甚至离开了恩师蔡宗正跳槽道别的公司。 十一郎也忍无可忍,两人的感情遭遇了最大的危机。 但是他心里深爱着张宇,十一郎父亲问他,你觉得跟住他有没有未来,他的回答是肯定的。 十一郎父亲告诉他既然这样你就要和他一起承担责任。 在父亲的引导下,他和张宇和好如初,并且比以前更加的亲密。 以后,张宇也把家里的财政大权给了妻子,挣的钱全部上脚。 他也笑颜夫期间维持感情的秘诀是,男人把钱交给老婆管,问题就不大了。 今天上次休门已不回。 韩子快乐的随后。 我是你来说 你去着及 все学 sapp乱制造的话。 sta月有一个多种ст说,老婆贼19、早就在这样子俱似的底惑。 対你很早让我们起立岁街上是否干托。 你还是跟人人流说的电视。 最好arias点就像你俄纯粑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